第一節說英館 剛才的聽眾說盧頓是最失望的 但你考慮到盧頓的規模和資源 上上下下也很合理 而且已經賺了 那塊錢也吃得多小 今天第二節說回國際賽 尤其是外隊巴西 我發覺現在有兩個流量密碼 一是說90年代全盛時期的巴西 我看到很多項目的 Facebook那些什麼八九十年代 他又貼貼巴西 有些足球的項目 他又貼貼巴西 什麼三馬爐 此其第二就是巴西很不成功 這樣就會拆掉流量密碼 沒有的 大家經歷過轉播足球的世代 我們以前的宿父輩 經常都說八六年八二年的巴西 原來我刪難 但是你那時候會看轉播的球迷 只要看轉播巴西比賽的球迷 都不是那麼多 但是你踏入九十年代之後 就不同說法了 起碼在這裡有很多人經歷過 看九四年的世界盃 在巴西那一屆拿冠軍 接著又見證就是 三馬爐 不是九八年 九八年 是說世紀冤案 九八年 九八年 首先是說了 九八年前 就是羅馬利奧搭大哨 然後去到三馬爐 然後去到零六年 那時候 整堆人腳 湊起來 大家又想起八十年代 在巴西那些所謂的盛世 但是其實在零六年 就減不了斯丹 然後在零六年之後 巴西又一直消沉到現在 但是那樣的消沉是怎樣呢 怎樣消沉也好 南美都應該是領先的 照道理 但是今天 今時今日這對巴西呢 哈哈哈哈 不是 怎麼說好呢 例如說 我現在跟你坐 有這個 不夠二尺 不夠二尺 大概二尺 那剛剛巴西主場 不是對烏拉圭的 你這樣不敢想像 巴西球員 是有四五次 是不夠二尺之落 是全失的呢 全失球呢 你真是想不到 嗯 不是喔 喂 你明白嗎 阿Q的精神 你覺得 全世界技術最好的球隊 曾經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嗯 你會覺得很好笑呢 我真的笑了 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 旁邊的球迷又考慮 不斷虛 越虛的又越害怕 又越傳失 嗯 其實 我不知道是不是變大 但是我覺得很過癮 看這些東西 真是 對 面對面都會傳失 嗯 是啊 那 那 不要看我這麼悲觀 你始終都會有些 我沒有悲觀 OK 完全悲觀 始終都會有些球員 落到場 都會給大家一些希望 OK 你說 我 講回 有組織一點 巴西 現在 他踢完 二四年最後一場球 總結來說 其實 兩個字 難看 我認為是難看 是非常難看的 你看到那些球員 說回我們今天的主角 雲尼蘇斯 雲尼蘇斯 你看到王馬 他直倒王力 直推 出陸 速率很快 像閃電一樣 你在巴西看不到他 他有推 推幾步 但他的速率是一半 這個是白絲不得其解 此奇 OK 可能背負國家隊的波衫太重 跑不動 看球衫太重 但其他人 你發覺 是沒有人敢盤扭的 即是你直推都不敢 推幾下 然後他會傳回後 是不敢的 你知不知道 即是你見到這樣的 這麼消極的足球 只有兩個原因 要是教練叫他不要這樣做 即是道理華交員不要這樣做 是的 可能教練說 我們一兩球就算了 不要給別人看 這個是我善良的願望 OK 第二就是 球員心理質素差得 完全穿不起球衣 所以不敢做這些動作 但是巴西 你是踢這些球的 難道你踢什麼球 即是你練這些 那你完全是 不知道踢什麼 但是不知道踢什麼之下 都得到10分 都幾 都幾 阿里陀佛 其實應該 其實我跟肥叔有一點 就同意 不如這幾場就輸了 然後換個領隊 換個教頭 換完教頭 就這麼快就踢上場 班波 我覺得教頭是 要負責任 因為 都大了大半年 你應該是看到某些東西 可以 出來的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東西出來 唯一一件事 是好的 他打起了加比爾 馬戒棄士 之前 後太高斯華 年代 其實 中堅組合 試過不同的人 亦都用過他 但其實他那時候很水 他開頭很水 給我一個感覺 就像以前98年 不踢 世界本的中堅 拜安奴 高高 手蠻蠻蠻 高大 頭緒又不太好 但現在 阿仙奴的表現 也有目共度 而且他在國家代 都穩定很多 非常穩固 他似乎是中堅的膽 反而他拍檔馬昆奴斯 就有點碎 位置感 各方面的表現 仍然是差 他整個防守體系 我知道 杜利華 是想撿的 因為你看看 積分榜 他失球 他現在第五 在頭五位中最多 失球 我明白他是想 出防守 但是 似乎 是不是要 想想中堅 雜偉 問題就講得臭 雖然有其他人 仍然要選丹尼路 被人吵得哭 丹尼路 他有表現就好 他沒有表現 其實他和馬昆奴斯 那是大洞 如果有看巴西比賽 那仍然是解決不了 加上 我今年 看了全部 防守中場 這個掃蕩的問題 仍然是解決不了 Buno G 他不是一個好的防守中場球員 他在巴西 就算想踢 多些組織 因為太多人 有球權 他是發揮不了 他只適合 圍著他來打球隊 在巴西 我覺得他有一點 計勒 不好意思 這兩場外圍賽 其實他打正算 我覺得他的防守 他的能力 和效率 真的很一般 反而 他的拍檔 謝神 就看得很好 雖然 有很多人說 他像費特 謝神 但是我覺得 他比費特 比較幼小 而且 比費特 費特 真的是廢 這場對 烏拉圭 屎乎撞棍 一個軟蛇 就追和了 烏拉圭 其實我希望輸 因為他主場這麼多年 還沒輸過 幾十年 如果這場輸 我覺得一定會刺他 因為不行 他會暴動 先是要換帥 來批一批 民粉 但是 其實你說 巴西的陣中 真的可以擔到大奇的人 其實數得出有哪些呢 拉芬娜 今季在巴塞 又很適合 我覺得他回到巴西 算是這樣 他回到巴西 他在巴塞改造完之後 其實他上一圓外圍賽 因為停賽 他沒有選他 正正式式的 踢了這兩場 其實一場球裡 都試過擺他不同位置 今場他主要是踢10號 衛衛 派牌 那些感覺還不錯 始終 級數有限 我只可以所說 但是我欣賞這個球員 因為他是 真心愛國 拼重全力去踢這個國家隊 也做到一些事情 始終至少進入佛球 他在前場的 押忍等各方面 其實他是盡力的 他真是頂眼上 我要頂 至於肥蘇所說 李華道 申利華道 我就不甘恭維 雖然李華道 你看上去 就不是太受勵 但是技術很好 尤其是黃金左腳 獨孤一尾的黃金左腳 已經夠了 你不要說 李三腳 對華盛西亞那場 我覺得是不同的格子 但是現在沒有人用之餘 比實際些 又肯殺肯兵的 都沒有辦法 我不會對他有批評 雖然他說 他竟然在主場對烏拉骨一比一 他迫位一比一 他竟然說 其實我們看得不錯 就被人吵到狗哉了 但是 我不會怪他 始終他盡力 他是巴西國家隊中最盡力的球員 那麼 起碼好過洛迪高 那艾斯達華奧呢 艾斯達華奧呢 艾斯達華奧呢 因為我看 Estavel 他至少都 無論是無球跑動 還是他自己 拉回去 幫忙做多些組織串連 都 我想 無球跑動 是比他那班 所謂的師兄 或者那班隊友 是活躍很多 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 他經常都在後備 出來 很力氣地跑一下 但其實他這場 古拉歸五 他在後備上陣 其實盤樓都幾 都幾災難 沒有球跑都可以 我印象的 但是他有球的 次球的盤球 都幾災難 真的幾災難 我都嚇到 不是吧 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掉了很多球 這樣說巴西 也是走不出那個圈 就是 你自從 李馬 我想 現在 身體的狀態 你要他 粗身 再出來 對巴西 我覺得是不太現實的 是 既然沒有李馬 救國 你巴西 還能出什麼 進攻的球員 可以圍繞著他 去打一套 他現在經常想圍繞 諾迪都和雲尼素斯 祖利亞 但諾迪都 可能我真的不懂 但我覺得他真是好 巴西歷史上 常規十號 什麼都叫常規 可能連續三四次出場 還是十號 我覺得他是最混亂的 你知道嗎 歷史上 你不要說巴迪斯特 巴迪斯特 不是常規 常規十號 是你所說的 是朗娜丁奴 這些就是常規十號 早年路也有踢過 諾迪高 他真的很混亂 我真的不懂得看球 我覺得他真的很混亂 他不適合踢十號 你說踢十號後備還可以 我沒有意見 巴西真的不可以必然正選 巴西 數據說他的Q-Link Pass 在隊中最多 我看過數據 在外圍之中 但我真的 我看到他 我想發火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把他放在前鋒 他又入攝不了 你把他放在翼 他又突破不了 他只能搏腳 他唯一的角色就是搏腳 我真的不懂得看 他在王馬就能做到 雖然做到 但我也不太欣賞這個球員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他 我真的覺得他不行 所以他不入位 這個金球長 五十大是有原因 人家不是盲的 所以 雲林素斯組 說真的 如果他只是踢王馬的水準 你又不可能不出他 但是你明白 因為他小氣袋 喂 你選他不出他 他又罵人 你不選他他又罵人 那是沒辦法的 對 現在最大牌就是他 所以教練 是不是真的有吉士不選他呢 但是他在國家隊表現 真的是垃圾 不可以說垃圾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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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失所望 令人 你覺得球霸指數 雲林修斯厲害 還是 尼瑪厲害 不是 雲林修斯 厲害 但還未到尼瑪的高度 因為尼瑪 尼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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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去揹飛帶起一隊 球 就算你未見到他拿過什麼 所謂很重要的獎牌 其實都不是沒有拿過的 有的 嗯 但是因為你隔壁 有尼瑪 又有蘇瓦雷斯 大家就覺得 尼瑪這個角色似乎不是這麼起眼 但就算他夾著蘇瓦雷斯和 尼瑪的時期的巴賽 他沒有自己一個人揹個飛 去揹起整隊球 光華蓋過另外兩位隊友 有沒有這樣的比賽呢 有的 還有大戰 有的 尼瑪是有這個能力 大家也肯定他這個天分 因為這樣 起碼無論是球會層面 還是國家隊 他也肯定證明過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雲尼修斯得不配位 尼瑪呢 我覺得他長期在國家隊 除了一百年 他被人笑 柳子忽亞基撞雪櫃之外 其實他大部分時間都可以 而且他都很盡力 但是雲尼修斯 祖尼亞是很盡力的跟別人開片 你看我們封面複圖就知道 你對偉尼修斯又開片 其實不關他的事 他又去跟別人開片 對 但是人家又囂張說 你拿不到金球獎 那你要跟別人開片 人家當然會囂張你 對 那今場對烏拉龜就比較好 沒什麼出聲 沒什麼出聲就沒事了 但是也會有隱形 半隱形 真的 有聽錯的時候 相反意見 我覺得雲尼修斯好過尼瑪 你是巴西粉絲 你比我更加有資格說 你說哪方面 球技方面 球技還是球霸 球技的話 雲尼修斯哪可能會超越尼瑪 尼瑪好很多 我覺得沒得比 好很多 沒得比 球霸這些事情 看看什麼層面 我只是在那一刻人爭的程度 我真的不喜歡雲尼修斯組 雖然我以前在足球頻道 我當面說過有尼瑪 巴西就可能沒有世界盃 即是沒有機會再拿世界盃 我要修正的 我真的要修正 我覺得想再拿杯 真的需要他 因為其他人實在太令人失望 真的太令人失望 其實你 為什麼要轉教練 其實你對著這班有問題的球員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可能真的要找一個 懂得醫人的人才行 不是一個普通的醫生 不是一個普通的診所醫生 你真的要一個知名的 懂得醫人的醫生才行 你說他們是否完全不行 那又不是 但你真的要人去醫 但是巴西找教頭 我看到上面有聽眾說 巴西是差一個好教練 但是 又是進了一個怪圈 巴西出不了10號 出不了一個好的 又很有天分的中球員 算了 不討論了 但巴西出不了好的教練 他沒有都好說的 其實你拆勻整個巴西 你甚至乎 這幾年巴甲 你要找一些看得上眼的教頭 其實都是在歐洲找回來的 其實 我就知道 巴西從來都沒有找過外教 但是國內的聲音 找外教有沒有呢 其實 我有特地看Youtube那些Youtuber 每天都吵到反艇 有的 他們說要找外教 我有幾個頻道 我翻譯英文 英文字幕 他們都說要找外教 一打完就吵了 你也 不斷吵 其實 我就嘗試用簡單的去演繹巴西 怎樣的踢法才好 其實一向 巴西 就是慢慢慢慢 突然間快的 突然間快的元素 就是那個10號 就是尼瑪 近期就是尼瑪 推和人1,2 直接殺進去 慢慢慢慢快 現在是慢慢慢慢慢慢 沒有快 快的本尼祖利亞 但他快得來推出界 這就是個問題 沒有他就慢慢慢慢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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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尚要用很簡單的理論解釋一下 Jersey Hauser都說 尼瑪如果是球霸的話 他就不會 要被迫著踢後半格 是不是 尼瑪如果是要 所謂犧牲自己 去成就球隊 他在國家隊 有沒有這些時刻 是有的 只是對而不對 變成一個感測 所以他就很傷心 尼瑪其實你滴滴 砌了幾年 其實你是踢得不錯的 那幾年 現在可以套一下 習主席的說話 就是尼瑪和巴西的命運共同體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巴西的粉絲 或者巴西的國民 其實都要有些心理準備 可能尼瑪 應該幫不了國家隊太多 就是要有很深的準備 雖然又雖然 雖然都很大 但還有人會期望 他會忽然出來救國 我覺得要有個心理準備 他救不了 這次 就是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世界盃 我也有幻想過 突然間就好像 2002年朗拿到 世界盃才復出 在美洲 就是第二周 我也有幻想過 但是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他幫不了 雖然 你說每逢三月 尼瑪就會自動回去 幫阿妹慶祝生日 這些事情 大家笑了很多年 但是我多少都 認同 Jersey阿哈實說的 一句說話 就是他多少都是 被人去抹黑影響到 他的一些職業生涯 我覺得那種抹黑的位置在哪裡 大家經常笑他 每逢三月回去 跟阿妹慶祝 但是他那一段 踢PSG在發甲 是很傷的 我們經常都說 發甲是 PSG的Farmers Lead 沒有什麼強度 但是如果你有認真看 發甲 不是 那些放手 那些放手是神經病的 很狠的 發甲的放手 我看六六年 對不起 不是六六年 六二年 六二年世界盃 是不是 六六年 是不是 看一些舊的比賽 你說我看一些大賽 矛盾到什麼 大家帶著士巴拿去踢球 是不是 莫過於六二六六 那些年代的比賽 是不是 是不是 尤其是比利自己都很忌忌 是不是 就是怕自己 喂 這樣踢下去 我真的容不義 我踢國家都會被人收山 是不是 是 大家真的至少看看發甲 哇 那些落腳藍子 都是神經病的 沒有以前的上股 我看過那些球那麼辣 但是那種凶狠程度 其實絕對 是不下於那時候很多的 我覺得是 是很瘋的 很厲害的 所以我曾經說過 巴西的防守球員 去發甲是練到東西的 哈哈哈哈 他們是有一套的 是啊 他那個防守 那個 每次都收山腳 大佬 發甲都不是人的 有些時候都 是啊 你說他強到不夠 強到不夠 我想你最多可以說 是 可能別人那邊的 戰術性 沒有那麼高 又或者是 整體的水平 又比不上英超 大家就看不上眼 嗯 是啊 但是如果你在這些地方 這麼說 個人的身體對抗 尤其是是 防守球員 防守的風格 其實你作為一個技術球員 是很難 在那裡 很好 生存到 你在那裡 如果是踢得起的 其實都未必真的那麼差 出到他 你看一下PSG 他有幾場球 一個人 尼馬一個人 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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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組織攻勢 突入 都挺悅目的 我不是要吹奏尼馬 只是覺得 公道些 如果你要去比較他 你看拿什麼標準來量度他 有段時間就說 他不知道什麼細不細衣 那些 拿馬哈薩達去比 嗯 你問我 如果是說到那個 靈性呢 我都是推尼馬多一點 即是比起哈薩達 但當然 哈薩達作為一個進攻的核心 他表現出來的東西 其實那種效率 有段時間就高過尼馬很多 嗯 是的 尼馬始終有些位 就是他自己跨不過 即是有些他自己的一些死位 是跨不過的 不是說在球員的心理或者性格上 我覺得 民族性 都不是說民族性 而是 他收割能力不是真的那麼強 嗯 他收割能力不是真的那麼強 你 你看到他尤其是他過完人之後 發力那一刻射球 遠遠來 是真的差一點 所以我不是在那裡吹奏尼馬 尼馬是有些死穴的 是 但是 你看回近這十幾年來 巴西出了一堆球員出來 但最後 除了尼馬真的可以叫入到大家發眼 之後還有幾多人 嗯 是不是 所以 comman他也要公道一些 這些位置 是 沒有的 現在就 至到三個月才會打另外一場 外圍賽 都 四五個月 有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對不對 那可能安東莉又變成神童 對不對 安東莉變成神童 哈哈哈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現在全問不知道哪一隊球想借他 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最近是說 找他現在試試轉型踢易偉 我說 安東莉轉去踢易偉 就是 模仿誰 嚇神奧代轉去打易偉 但你不要說 嚇神奧代可以 我依賴我 李健和 哈哈哈哈 又一期 右翼 哪要轉右翼 哈哈 真的 很年前 對 我覺得有些不同的位置 在哪裏 就是 為什麼我用嚇神奧代去比別人 很少說這件事 原因是 他沒有了爆發力 他重傷後沒有爆發力 但是他向環推大那一刻 他起碼還有一些功架 嗯 都有用的 那你現在看他擺在森林都挺好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安東莉行不行 我想他要解決的事情 就 哈哈 不只是技術上的問題 讀一下留言 小陽就說 他覺得巴西最大的問題 反而是教練 教練是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都沒有說他不是一個問題 你只是這麼多問題裏面 你覺得 他的比重是去到有幾多 嗯 我覺得都 都 都 都大的 因為 近三四十年 暫時我看 有這麼多任領隊 嗯 他都應該數一數而最頑皮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 可能比他更頑皮 就是這個文尼詩詩 但文尼詩詩 但起碼他帶出了尼馬 這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剛剛入國家隊 都有點特徵 但是 這個 道理華祖利亞 你是完全看不到他 他 他有什麼風格 或者有什麼進度 那 你02年 史高拉利 他01年 臨迷壽命 他得外圍賽 大概五六場 其實你每場球 他是很心思細密 是很針對性 去挑選人 還有很針對性 用一些針對性的踢法去踢那個頭隊 所以那時候就得到分 還有他帶過美洲國家盃 那時候 他真的是試人 那時候 是試到那些人出來的 試到給你提 那 在這個 垃圾堆那裏 找回丹尼神出來 也有些建築 那 是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 這個道理 祖利亞 似乎 就 沒有什麼做到 是的 那 換 就 有些機會 不換 除非他真的 可能 故意 想保留一些神秘感 是不是 那 如果不是 就算進入世界會外決賽 他帶也很麻煩 巴西 你看看 巴西 你說巴西的教堂沒有人 是真的 但是巴西 也出了一堆球員 他們本身 不是在本國的 context 那裏長大 他們很多足球的經歷 都是在歐洲那裏 去完成 嗯 那你說 找外教 是不是會幫到手 在這些方面 無論你說 用歐洲那一套的技戰術 去整合這班人 會不會好些 理論上應該是 但是我不知道這一刻 你要找一個外教回來 他一方面 巴西足協又滿意 國內輿論又滿意 歐洲 你又能夠注入到 灌輸的那班球員 歐洲的技戰上 意識那班球員 又服氣 說肥安 說了這麼久 不要這麼沉 肥安不會過去的 如果外教 只有三個人 肥安 哥迪奧娜 摩連盧 當然我不想摩連盧 教了 否則其他也不合格 沒有的 其他一定不肯 其他一定不肯 就是大排米拉斯 或者其他 佐治哲西斯 就是耶穌 他在巴西國內都有一定的月曆 而且他也是 就是合乎我剛才說的條件 他在巴西跑慣江湖之餘 他自己本身也是屬於歐洲來的教頭 不過問題是 喂 他都70歲了 是啊 他都70歲了 其實有另一個問題 你也看到 就是 近這十多年 都接近20年 都不是看到巴西的教練 會出去國外的大球會 教球 例如你看到 很容易看到 阿根廷的教練 肯出去教球多很多 所以這個 我也覺得是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否是語言問題 還是怎樣 你真的比較 阿根廷是比巴西更接近歐洲 不是說地理位置 就真的說人種 人類 阿根廷的教頭 你說肥寶那些也不在話下 但是在文化上面 他們要跟歐洲去接軌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意大利 西班牙那些移民 混合 他們要 在土壤上面 他們要接軌歐洲 沒有問題的 巴西 你數到你所謂比較出名的 去帶大球會的巴西教頭 對上你數到哪些 老海我浮現了兩個名字 一個叫爐心寶高 一個叫屎高拉利 你有沒有想到多少年前 什麼爐心寶高 只是帶過一季王馬 一季都沒有 屎高拉利也有一季 但是你想到屎高拉利是多少年前 是屎高拉利是半季車路士 然後去了奔若哥 都是水到不服 是戴葡萄牙國家隊 戴得很久 其實沒有人在歐洲大國 近乎沒有 巴西教練 那些名字全部都在說多少年前 十幾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 都在說 沒有二十年前那麼久 十幾年前 但是都搞了這麼多年 對不對 施雲勞 現在又施雲勞 李安納到算不算 李安納到半頭出家 自己去做Sporting Director 還講教頭 不要玩 剛剛有人提過鄧家都差 鄧家第二期是差的 第一期其實是可以的 2010年給個人希望的 巴西 那你06-10 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你帶著那些混蛋都頂得這麼厲害 那時候巴西打反擊 他是炒人的 那隊強隊 阿根廷炒 又不知道幾隊強隊 他是炒人的 3比0 4比0 那時候的反擊很厲害 羅賓奴和卡卡 你沒有辦法 我跟小英經常都說 你突然大速 你籌備了4年 突然下半天45分鐘發提騰 那你有什麼辦法 那你就浪費了4年的努力 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這個人生 對不對 說你足球也是這樣 那 所以現在巴西 其實 大家說的那種墮落是什麼呢 雲林修司 又不是說 在足球 在足球 上 有什麼 值得 大家吹捧他的地方 沒錯 他在球會也是一樣有成就 但是大家又不太覺得 就是 在球會以外的地方 他能夠建立到什麼 尤其現在巴西國家隊 甚至乎 現在你看到 雲林修司 你明白嗎 現在你看到 有些公司 又很刻意 做一些KPI 去測試自己的 業務能力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塑造自己成為D.E.I.界的英雄 是不是一種 就是 一種 你見他最近最偉大的傑作 就是在賽前說 其實他 他最先是來自黑麥龍 他那時候賽前做一些 花臣 他給了一張類似證書 還是什麼 他那件球衣 也有一個黑麥龍的國旗 好像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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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理性一點 我覺得 宏觀全世界的巴西球員 最近年 或今年 長期有好表現的 就是球會級 是雲林修司組 如果國家隊 你說國家隊不用他 又真的不行 他跟拉芬娜 究竟怎樣好好善用 我覺得 這個教練就做不到 做不到 這兩場 外圍賽又水水地 其實 如果有個合適的教練換人 其實我覺得絕對是應該的 嗯 因為 因為這大半年 完全沒有什麼進步 雖然他每次記者會都說 我們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去做 這樣 這樣 很正客說的 其實 眼見是沒有的 你明白嗎 眼見真的沒有 對 那 那就換人了 現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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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世界盃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一些日子 那 現在 打打打下 似乎 又好像 如果不能出戰世界盃 又好像不太現實 對不對 因為其他球隊有些比你更加 現在很差 你很不想不下 你說 不如試一下 再推他 再推深一點 落到底 是不是 就來個足底反彈 嗯 但是 你 那個 技術上 你看到巴西 現在 似乎還沒有落到這個位 現在 真是陰跌 你 你好搞笑 你對烏拉圭 其實你是控制整場球 就是對烏拉圭 雖然是一比一 但是 他的場面 雖然是 雖然是很多誤傳 但是 都是 巴西 控制要整場 我講我舊拍檔的評價 他說 巴西對阿瓜多爾 贏不了 是 巴阿瓜多爾超銀 那 對於韋內瑞拉 又贏不了 韋內瑞拉 今季 世界盃外圍賽 主場沒有輸過 阿根廷也不輸的 我真的 我真的 幫回自己的隊伍 很奇怪 他主場沒有輸過 但是 阿榮sir的解釋 其實 你對著韋內瑞拉 你應該贏 但是你贏不了 理論上是要贏的 對著阿瓜多爾 其實巴西是贏了一球的 但是巴西是 招到你 其實阿瓜多爾應該也沒有巴西 很難看 我先修正 大家這樣 應該贏不了的 你贏了 現在是 你應該贏的 就贏不了 你當大家交換 但是 現在的巴西 就是 你放在南美 你沒有什麼優勢 你要對一些很硬的對手 例如阿瓜多爾 或巴拉圭 或者 瑞拉 你拿不到什麼 甜頭 唯有 你可以欺負 欺負 這些 所以就綁綁了 但是問題 現在 2026年出線 賽制 是 再鬆了 因為 10隊 出6隊 第7隊 還有附加賽 幾滑都好 巴西沒有可能出不了 我想問附加賽是否打亞洲 不知道 要再看看 先讓我看看 所以他們就有條件器 上年也要啟足了一整年 上年也不知道國家隊 對嗎 對 沒有啊 還未抽 因為 他會根據世界排名 去對 他應該是 高一點 世界排名的兩隊 對低一點 那兩隊 所以 到時就會這樣分 所以就沒有那個結果 我作為球迷 其實我有些反常 我就喜歡看球隊陷入困境 逆境 這樣才刺激一些 這個 你將你新特蘭 對 就是經常贏 回到巴西 就是經常贏 我覺得不太爽 反而 你知不知道 我看烏拉龜 這樣進了球 我才會很慘 你知不知道 你心想 這輩子 你都看巴西的光輝 都看了這麼大半輩子 不如就嘗試轉一下 別的 我有一些反常 不是 巴西我最好看就是 看他98年 怎樣輸 看他怎樣變化 看他外圍賽怎樣 然後看2002年 他拿回那杯 又復出 又拿回那杯 那時候我真的哭了 2002年 然後就 又浮浮沉沉 沒有什麼大感受 反而 反而這場對烏拉龜 真的不可以輸 是我有很大的感受 是我很欲謹地看 就是借神追和 就是叫了出來的 反而 終於看這些 經常贏的 其實不太過癮 現在就 比較長的 漫長的低潮期 看看他會不會換稅 看看有什麼變化 傳聞就朗拿道說 想選總主席 下季 是下屆的 是 他就說 會開空頭支票 說會請哥迪奧來教 但是都是2026的事 唉 說說這麼說 上次 競選主席 那時候 不知道哪個人在說 要找肥安來教 那張支票都開得很大 是啊 結果後來大家才知道 原來 肥安根本就沒有答應實 你就玩了整個巴西上上下一頓 是不是 這些競選的承諾 開得多麼大 也多麼大 說是登陸月球還是怎樣 嗯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巴西 你要在這三兩年內 你有什麼大革新 就沒什麼可能了 起碼你現在 找個正路的人 帶來巴西 上到決賽州 見步行步 上決賽州 就是不要輸得那麼難看 決賽州 我覺得是可以進到的 但是不要那麼難看 是 就是不要那麼難看 就是 我想可能都是八強 不要十六強 大哥 不要十六強出局 但是你這樣踢法 就十六強出局了 是啊 真的是 隨時做過金的過地坦 是啊 很久沒試過十六強出局了 九零年上次十六強出局 被阿根廷堆想 是啊 肯離機啊 好吧 那大概是這樣 對 花聲的狀況 是啊 見機行事 不是的 還有兩年世界盃時間 有兩位球員 突然大氣了 都不出席 好像上季 很難說的 那 拭目以待 正確的 下輪內維帥 又是惡恨的 又作客阿根廷 又作客玻利維亞 那些是惡恨的 那 希望 到時打得好些 如果輸兩場 又回落後 又有危機 到時就好看了 嗯 嗯 可以說一下其他 其他隊 其實有一隊球 我想說 巴拉圭 巴拉圭 巴拉圭呢 有時候 他就 被巴西大炒過 嗯 哇 現在最近很厲害 近五場都沒有輸過 嗯 還要是 打破巴西 打破阿根廷 打破阿根廷 我記得好像打破了 哥倫比亞 就是前列分子 他全部沒有輸的 還要是贏了 那 究竟有什麼變化呢 最大的變化 當然換了領隊 又是阿根廷領隊 這是艾法路 嗯 那艾法路是什麼來頭呢 就是之前 就是 達哥斯達尼加 達哥斯達尼加 大家最深的印象就是 在美洲盃的時候 迫和了巴西 整個球 在之前呢 他就帶領阿瓜多爾 踢世界盃 就是那個教練來的 是的 他在巴拉圭 駐入了什麼元素呢 其實巴拉圭的人財庫 其實都不是那麼多人 用來用來都是 但是有一個球員 我想說一下 就是一個 中場的球員 叫做高美斯 踢這個馬亞日 國際馬亞密的 這個球員就 近期在國家隊 非常之火熱 連百里頓都想簽他 雖然白里頓有另一個 巴拉圭的球員 這個安斯素 當然他的表現 對亞馬朗都很好 表現 在國家隊上 但是這個球員 就似乎 帶給對波 另外一件事 他是很 他很 他是比較偏右的 還有他有軟射腳 難節各方面的 各方面的跑動 全部都不會疼你 全部都用盡全力 他有點像 謝拉特 當然謝拉特的級數 比較好 這個球員是 幾好的一個發言 巴拉圭 你要找些球員 無論是技術還是 他可能 比巴西更好 如果你把歐洲發展 現在 我踢得挺好的 那幾件 不是 他國家隊 他 在場面上 絕對比巴西 踢得挺好的 那個前鋒 沙拿比亞 到掛入球 挺漂亮的 他逼和 玻利維亞 那球 就是高美斯射的 遠射 挺漂亮的 為什麼 有球員 事後有訪問 這個教練 帶給他兩件事 第一 他激勵士氣是很好的 怎樣激勵 給球員信心 你可以的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又扯到巴拉圭 你不可以 對不起你國家的人 你看多窮 巴拉圭也是發展中的國家 也是窮 那帶回熱血激情 和信心給球員 那就搞定了 巴拉圭很窮 因為他是 極少數 差不多是唯一 南美洲 沒有海岸線的國家 內陸國家 所以是比較慘的 巴拉圭好像沒什麼 怎麼賣毒 應該沒有 玻利維亞 哥倫比亞 墨西岡 所以窮 巴拉圭也沒有 所以窮 巴拉圭的產業 相對比較偏農業 對 偏農業 你不和你周圍的國家 例如阿根廷 很多年前 歐洲已經把工業生產 帶進去阿根廷 它有些工業化基礎 或者智利 它有很多天然資源 智利有錢的 智利一向有錢 在南美來說 在世界上 都可以計算是 以發展國家 智利 巴拉圭 巴拉圭 發展中國家 巴拉圭 巴拉圭在這方面 真的是 異數 巴拉圭好像沒有什麼地方 旅遊 阿根廷 智利 阿根廷當然是多玩 智利你也去一下復活島 智利和阿根廷 巴拉圭只有一個特出的 美女多 又說那個 記得解釋嗎? 杯子傳 那個大波杯 你以為是一零年 對 涉布電話錄 巴拉圭就是善產這件 巴拉圭一直都這麼多年 都是踢得很實際的足球 即是紀律性 熱血 敢殺敢拼 簡單直接 很多時候死球入球 所以以前都挺欺負到傳統的南美強隊 之後就 傳統的南美強隊 他們都打得比較硬 所以他們就打不到他們 他們打不到他們 所以就逃中了 幾個世界盆會進去 現在就似乎又 因為大混戰 所以他們就 爬牌上來 而且 起碼出到幾個實用型球員 安斯蘇和阿瑪朗 以及高美斯都 擔得起對球 後防 有幾位老大哥都可以鎮住 似乎都 都 如果不是特別 但我想他的第六位都守得很穩 因為瑞克和波利維亞都是很奇怪 智利更加是 更加是不知所謂 雖然他現在是 找了卡列卡 即是 一百年代比佬的領隊教 但都似乎真的沒有人用 是沒有人用到恐怖的階段 即是沒有辦法 似乎都要 都要守多幾年 十年 他跟香港人的地理蠻 就很容易撈亂巴拉圭和烏拉圭 但如果你說足球成就 當然烏拉圭 就完全超越巴拉圭很多 就算你說 巴拉圭和烏拉圭比 烏拉圭都是偏龍的 但他是畜牧要發達 他的出口是做得比巴拉圭好很多 烏拉圭應該有錢 烏拉圭有過巴拉圭很多 烏拉圭是屬於有錢國家 我想發展程度 一定比巴拉圭高很多 而且他的社會福利制度 都是比巴拉圭好的 總之你覺得 一個發展中國家最不好的 什麼貪污 政府的行政問題低 那些全部都集中在巴拉圭 治安差 就是這樣 巴拉圭都值得給人一點掌聲 靠自己的打拚 這個領隊艾法勞都是江湖佬 長期在南美洲打拚 在阿根廷領賽 他已經帶了很多年 幾下年了 值得支持 製造了這個小奇蹟 其實巴拉圭都很長時間 沒有出現在國際大賽 10年之後 10年的時候是塔塔瑪丁奴教 他差一點西班牙 我沒有記錯 這場西班牙很危險 非常危險 大家留意一下 有兩三對球都可以輕輕地說一下 說一下世界盃得到阿根廷 阿根廷其實近期 戰績就不太好 沒有辦法 因為你始終 出了名 還有你始終 那個球員的飢餓感 沒有了 沒有體力 美斯都越來越大 你不可以期待他長長都會爆洩 但是有一個問題要講的就是 似乎 他沒有好好利用外圍賽的時間 去練習新兵 或者練習新戰術 人都是那些人 踢法都是那些踢法 李曼的加拿祖 其實都想重點培訓 但是似乎 他的表現都 他的球會都不穩定 他在球會都不穩定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阿根廷的未來都不是屬於加拿祖 你現在有一對前鋒組合 一個叫羅達路馬天尼斯 一個叫祖利安阿華利斯 你不如想一下 這個攻擊組合 又會不會帶來更多元素 比阿根廷好過 祖利安阿華利斯 似乎去馬體會 好像 有點錯誤的選擇 連帶他的國家隊表現都一般 反而這個 阿根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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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就幫到手 在敵後敵馬利亞年代的時候 反而 中場也有三人組 都沒有什麼表現 怎麼變 世界杯也是他們 因為他們都不是很老 年輕 但是中堅就想想 仍然是奧達文迪 搭這個羅美奴 羅美奴就好像近年 越來越多雙 奧達文就越來越老 那你馬天尼斯 又是多雙的 是不是 要想想這個位置 還有那個扎位 似乎 都是沒有什麼人出 最壞是巴高 拜登開季 是吧 不對 又再扔他出去 去西甲 是不是 現在還是繼續 用回原本的那些救人腳 兩集 阿夢挑 那些 還有 蒙尼亞 摩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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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一點點水 之前說巴西沒有人 什麼 阿根就說 這個球王 那個球王 但你看到 近年多 其實他們是失蹤的 我記得 有什麼人去曼城 又不知道河床哪個人 又不知道去哪裏 他有一堆天才球員 但全部去哪裏 有時候 可能 你看這些新星 要花多時間觀察 很有趣 有時候 社交媒體 追捧 你會覺得他可以 可能 彈花一現的流星也未定 當然 我也同意 阿根廷聯賽出產的人 似乎 技術流 和足球的智慧 比較貼切 現今的歐洲足球 比巴西更多 但是 是不是有些巨星出產 我覺得未必有 有一個M字頭 好水蛇巡那麼長 那個新星 不知MATO 不知什麼 又說新美師 球王 你曼賴萬年都說上針 我媽也說上針 但是似乎又好像 又好像失蹤 那樣 好像你說的是誰 因為 MATO不知道是什麼鬼 想一下 那個是 馬 馬 沒錯 馬 馬斯達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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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 都不是這麼說 還說半年 都一直找人去看他 我也特意看過他 我覺得他 如果他在國內聯賽表演 跟艾斯迪華厚 比 國內聯賽 艾斯迪華厚 是絕對給他優勝的 所以事實勝於一切 所以車仔就拿4000來簽他 對不對 那 為什麼他遲遲沒有被人簽呢 都要看穩定一點 因為他不穩定 所以 那些年輕人 其實應該要花多一點 花多一點時間看 不要那麼快追 我看到聽眾有問 哥倫比亞 那 哥倫比亞 是 仍然是 保持著 美洲會那種強勢 但是 雖然他剛剛主場 輸了給阿瓜多爾 還要是 輸那球 就被人 被這個 恩娜羅蘭西亞 好像扭雪糕 那樣 那樣 扭雪糕 那樣 扭過幾個就射入網 那一場球 雖然他們輸了 但是 他 整場球都按住 亞瓜多爾來組 真的失了很多黃金機會 又中柱又中美 然後 亞瓜多爾的龍門又上了身 我覺得這場球 就有些 少少 例外 整體上是OK的 那個踢法 還有人員配置 各方面 還有詹斯諾迪古斯 他的死球的威脅 就非常大 他斬的國球 死球 他的串連 創造力 對國家來說 非常珍貴 和有用 有他和沒有他 是有個分別的 絕對 還有亞瓜多爾 亞瓜多爾 就 比了美洲杯之後 就換了領隊 如果大家有看過比賽 就突然看到 一個瘦瘦的 金色頭髮的長毛 很飄逸的 就在這裏 手捕捉途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為什麼好像有個女人在那裏 原來 是他的新教練 新教練 那個 傳名我忘記了 就是B字頭 他有什麼內頭呢 他長期跟深派奧尼賺吃 比查詩詩 對 他長期跟深派奧尼賺吃 其實他之前在 18年世界杯 製造深派奧尼的助教 再之前 10年世界杯 智利 被伊莎帶的 那時候 比伊莎已經想找他幫忙 嗯 是的 他就軟他了 他那時候很年輕 他就軟他了 其實他帶了幾場球 我就 我暫時還沒看到 跟前任有什麼大分別 選人上都是差不多 是的 阿瓜多爾 近年成績都在 南美賽區都很穩定 都是三四號分子 比查詩詩 他都繼續做到工作 是的 比查詩詩看上去的樣子都很年輕 但是他原來都43歲 是啊 他整個髮型 就好像想起以前的 烈當道 烈當道 那種長頭髮 是啊 他樣子看上去就不像43歲 應該比較年輕 看看他長得如何 現在還是言之上早 因為剛剛長得不久 最後一隊 我就想講烏拉圭 烏拉圭 就被伊莎繼續執教 之前有一段時間不穩定 其實紐尼斯之前 你就知道 他打拳 所以就沒有出幾場 他們都頗需要一個 可以跟他們 衝鋒陷陣的中鋒 其實有紐尼斯 沒有紐尼斯 其實在比爾沙戰術體方面 是挺大影響的 現在有他出回來 整隊球隊就比較 三眼翻很多 而且他近年就 有個大氣晚社球員 叫阿古利 這個黑黑實實的高大的中鋒 在球會打起了 他在國家隊 其實他對哥倫比亞追和的球 是他入得挺漂亮的 似乎這個球員 阿比爾沙都挺喜歡 第二場對巴西都有 後備入體 但是幸好加比爾 馬吉希斯就正好 但這個球員 我看他下半場換出來 對哥倫比亞其實都挺有用 他都挺困擾到 哥倫比亞那幾個高大的後防球員 這個球員值得留意 雖然三十歲 但是幫到國家隊 我就八卦了 我去一些烏拉貴的足球 在倫大看 阿娛倫 就是狂吊比爾沙 真的 烏拉貴的網民 是狂吊比爾沙 即是說他 這個又不選 突然間用人為親 有些新星又不選 有一個新星叫什麼 盧斯安奴 他又說為什麼不用他 一分鐘都不用他 即是經常都被人抨擊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其實 你國家隊也是有一群人 還有 都是一個上星的勢頭 為什麼要打 有正反兩面 但是 我就這樣拿過 反擊他的人 多 可能阿根廷人有原罪 我不知道 其實 說回他整隊球的結構 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他中場那裡 是缺少了一個 以前 比爾沙戴智利圍道爾的角色 或者 列斯聯 奇魂菲拉伯斯的角色 那個四號 轉手圍攻的樞樓 他嘗試找烏加迪做 但是不能 烏加迪是堅尼 是超過堅尼的一種類型 是打爛制球的烏加迪 你想他做四號 去控制節奏 去轉手圍攻 去疏你回攻中場 比爾沙是試的 但是不行 真的不行 比爾沙試過很多東西 比爾沙試過 他抓進去 鬥後 都不止半格 整格去打中堅 你很流行 有一種防衝 到兩個中堅的中間 去分球 但是很明顯 他那種視野 和比球的質素 不是適應到這個角色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搭著一個分球 和中場組織推進 都比較好的拍檔的話 他是會幫到手的 但是現在 你說 如果拿起整個票 就比較難 他就打賓坦股 賓坦股也很粗 賓坦股也比他更難打 賓坦股 不是 說難打到烏加迪 再難打一些 賓坦股比較平均 但是平均 都沒有去到 在分球組織方面的能力很突出 所以棄的位置 我想是在中場 要有一個 這樣的組織者 要執行他的戰術體系 你很明顯看到 是沒有了這個 這個鎖匙 那維迪就 不是那一種類型 其實他兩邊 都有 帕里斯哲 長期有好表現 李曼的 帕里斯哲 他跟蘭迪斯的配合 在樓右腦 其實都幾如如得水 和侵略性都幾高 他左腦就通常用阿拉胡號 即不是巴塞中間阿拉胡號 是易峰阿拉胡號 都是幾好的 都做到事 看一看似乎 因為他今場外衛賽 有兩個球員停賽 雙俠阿拉斯加達和迪拉古路斯 如果有兩位在場 中場派牌就比較好 但是如果他撿到4號 就是 我覺得這隊球 比紫沙大之下 應該會再上半個層次 我就看到這一點 他們比較少了 華威迪更加不是派牌 不是 華威迪不是 所以就要再看這個部分 就是烏拉圭 烏拉圭似乎傳統上 都不是出這些人 沒有什麼出過 他會出到一些出色的二前鋒 是 即是科蘭 烏高巴 或者是比較偏近傳統10號的 法蘭斯哥林 但法蘭斯哥林 在烏拉圭來說 都是只有一個 你問我 反而烏拉圭出到二前鋒 能力普遍都不差 中鋒也未必會出到一個很好的 二前鋒是比較多的 是二前鋒 當然你也可以說 卡蘭斯哥林是否人才 絕對是人才 但他不是我們剛才說的那種二前鋒 他比較偏向是一個傳統的前鋒 但你說中場 防守中場的位置 你們的儲備真的沒有什麼 純打仔 有 有很多純打仔 純打仔 你說技術型四號仔又沒有 他們缺少了 這件事又很不厚醜 就是這樣 好了 大概這次回合 南尾也差不多 對 巴西也說了很多 接下來三月才有賽事 巴西的賽程很兇 阿根廷那場是生死大戰 如果你後面的賽程 你踢得一般 你對巴爾龜那場是六分玻璃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這個教練沒有什麼 你勾勾地摸和人嗎 我覺得他有能力做到 但是那些賽事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他會拖到節奏很慢 人們踏來踏去 你看到整場球不是踏近球 其實他懂得搞這件事 可能阿根廷贏不了 作客阿根廷 和了他就算了 波利維的作客 可能和了他就算了 然後主場 隨便撿兩場就可以了 我唯有寄望而已 不要輸 這個教練有的優點就是他做到 好啊 這次差不多了 也感謝聽眾的支持 謝謝 謝謝 明晚Stra4N 明晚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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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迎接新稅前 先開一番集 明晚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星期五晚 今天早點 辛苦了 監製和Tommy 節目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晚會